农历七月花莲市公所在前广场举行的中原普渡 由市长魏家贤率领的公所同仁 全传祈求神明还有好兄弟 保佑花莲风调与顺国贷民安 市政顺利而且疫情赶快消散 同时市长也呼吁大家 在从事各项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更要落实防疫规范 确保大家平安吉祥 市长魏家贤主任秘书温美华率领市公所科室主管 还有全体同仁 在市公所前广场举行中原普渡祭拜仪式 市长表示中原普渡是传统习俗 希望借由祭拜仪式 祈求花莲风调雨顺 市民都能够平安顺遂 那也在吉祥月的时候 希望能够祈求我们的一个平安传统习俗里面 那我们不免属的公所这边也办了相关的普渡 让所有的一个同仁们一起来祭拜 也希望说未来的一年都能够持续的平平安安 那在此也要呼吁大家 那我们在中原普渡的时候烧一些精子的部分 一定要小心火烛 不要造成了意外的发生 那我们花莲市公所也是同时也在呼吁我们所有的同仁们 不论在做任何业务的时候 事务的时候都要小心谨慎 那也祈求我们的一个传统习俗都能够保佑大家 和尽平安和尽安康 而在农历七月期间市长也呼吁大家从事各项活动要注意安全 而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 提醒大家依然要戴好口罩落实防疫规范 疫情现在的部分已经有逐步解封的一个状况 那还是要呼吁大家 不论是水上活动 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的活动 都还是要小心谨慎 因为不要因为解封之后 就整个就放松了一些警戒 那疫情还是有在我们周围 那口罩还是要戴得紧 那玩不论什么任何的一个游戏跟情境的时候 都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原则 市长强调普渡拜拜是祈求平安 但大家自己也要谨慎小心注意安全 确保农历七月吉祥平安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